大家好,我是耳科赵医生 今天是6月16号周四,全天的门诊 今天的视频内容还是传统的 真菌的干片 后边最后有一个中耳胆指流复查的清理 这是一个经常的自己面签讨耳朵 然后呢,有日常经常需要佩戴耳机 就是把这两条都占了 这些都是为了导致真菌的进入和后期的生长环境的培养 频繁的掏耳朵把真菌的包子带了进去 然后呢,日常经常的佩戴耳塞式的耳机 耳机的样式分好多种 那现在呢,主要就是这个耳塞式的耳机 呃,外耳道的封堵造成了局部的环境的这种潮湿不通风啊 它的湿度 适合于真菌的生长啊 另外有的时候耳机随身到处放 甚至有的时候甚至会其他的 呃,亲戚朋友啊 会拿去 如果他们 有这个 真菌的问题啊 就可能会传染 所以说啊 再经过一次治疗 真菌在外耳道疾病当中 是一个很小的事啊 危害呢 比较小 很多人甚至平时没有什么症状啊 这个人 像这个就诊的 他是因为自己拿 好像是 我记不清楚 清了 好像是这个人 自己用这种可视的耳镜看到了 知道里边有 很多人平常就是有些痒 因为这种干片厚度不是特别大的话 初期会有些耳朵闷度感啊 时间一长 这个耳闷耳朵的感觉 慢慢它的适应了 没什么感觉 除了痒以外 有的时候可能一旦进点水啊 这干片糊在上面了 最后就有些不舒服 仅此而已 所以说这个影响比较小 但是很容易被 错误的去治疗 当做这个 顶银栓色啊 当做这个 化浓性的中耳炎 因为有的时候呢 浸了点水啊 这个白的 菌丝啊 跟这个 液体混在一块 甚至有的时候是医生 因为看不清楚怎么回事啊 就直接开第二页 混在一块以后 后续接任接看 接着看的医生一看里边 黏糊糊了 那就按中耳炎处处理了 两侧都是啊 这个应该还是 勉强的问题 因为真菌主要集中在啊 靠里 外耳道的内侧啊 这个区域本来情况下是不应该有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真菌生长的啊 没有真菌存在的 不能说生长啊 因为真菌是一个外界的病原体 它不是我们人体自然形成的啊 清理掉以后呢 抗真菌的软膏啊 顶上 因为这个手动的清理啊 即便是用冲洗的方式 依然会有 大量的真菌的包子的残留 真菌包子肉眼是看不到的啊 下面定下才能看 所以需要抗真菌的软膏啊 进行压制 但是这个不管是哪种软膏啊 它都会有一个吸收的问题啊 或长或短啊 我用的呢 吸收比较快啊 因为如果时间太长的话 耳朵软膏进去后会比较闷 吸收快的话 我用的这种呢 一天两天左右啊 这种闷度感就能明显的好转啊 一周之内啊 可以完全消除 完全吸收 外用的药物毕竟不可能是说终身存留啊 所以 这个后续啊 必须生活习惯的改变啊 棉签啊 挖着勺子啊 别乱弄 这个整个在骨膜表面一层 它平时已经没有特别严重的闷度感了 人的这个感官啊 会有一个疲劳性的这种适应啊 就是像这种真颈壳刚刚形成的时候啊 会有这种闷度感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如果不处理 慢慢就习惯了 叮叮叹色的也是这个问题啊 很多人觉得理解不了啊 都得堆这么多东西 平时听声音没问题吗 其实去用仪器测会有轻微的这个下降啊 但是下降幅度比较小啊 不影响我们生活的对话 日常的对话交流 定音传色都不会有影响啊 像真菌的这点干片更加影响不到 所以说一旦说是长时间不处理 往往自己慢慢就会对这种闷度感 产生一种适应性 好啊把这个真菌打扫干净啊 上周四呢我们封台区啊 交通恢复啊 也就是大家说的一个 类似于解封 但是实际上因为它还不是一个全区的完全意义上的封闭啊 它只是降低了这个区内人员的流动 交通恢复 但是后续啊 因为这个 呃 又有新的情况出现 现在呢 一周时间过去了啊 整个运行 还基本上正常啊 就是没有疫情的区域啊 大家 呃 生活啊 当然要减少这个 消费娱乐这是一方面啊 基本的生活还能 维持 正常啊 工作 大部分的工作 但有一些涉及 餐饮啊 有一些涉及这个的工作可能会多多少少受影响啊 多数啊 办公室啊 或者是企业啊 大部分是在一个正常运行阶段 医院呢 还是在维持一个外出 一部分同志啊 要外出插核酸啊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支援外区啊 本区的话 一个是负责我们本区的工作啊 船区密目前形势还不我们风台区目前形势还 还可以啊 自己能扛得住自己 然后外去的话 我还有去支援的 好 这个这是一个人的两侧的耳朵啊 双耳左右耳清理完以后 软高抗真菌的软高 保和食工具啊 中间啊 因为在 拿药的过程当中啊 除了气灌满的过程当中 内径进的消毒液浸泡 所以 有点这个镜头让 重新再进入外耳道的时候会有起雾啊 双侧灌满 在前一到两天啊 会有一些闷毒感 然后搔痒的感觉 也有些软高时间长啊 对于一些啊 反复出现的 会选择一些啊 吸收慢的一些软高啊 好 这是一个 呃 中腕单脂瘤 手术啊 几年前在 别的医院进行手术完 开放式的中腕单脂瘤 这个术腔有这种肝夹啊 定期的清理 外耳道后臂啊 被骨骼被切除 这种所谓的 二十一厅打成一十一厅了 空间整个给拓宽了 这种就只能定期的由 呃医生来手动处理 这个可不是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啊 因为它是一个 呃 经过医疗操作以后 整个改变了的 形态啊 完全改变了 今天的视频更新啊 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这句话 的 真是 没有 试着 对 都是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